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号 星期一 一一一一 赶上关个节了 这个前两天呢 我说了不是新买了一个这个ipad pro吗 就是这个第五代的这个这个ipad pro 就是m1芯片的这个 买了一个这个 我不是说吧 你看这是我老婆的 我老婆没换 我那个已经送人了 我老婆这个当时这个跟我一起买的还是老板的 我老婆没坏 我老婆比较聪明啊 觉得这个又轻又薄 拿着还舒服一点 我那个又又重又厚的啊 然后呢 我跟你说 我最喜欢举着ipad上厕所啊 然后以前举着这个比较轻薄的这个吧 知道吗 就是这么 我一般拿这个小木质在这卡着这儿 这么举着玩游戏啊啥的 回来之后就感觉这个小木质都卡的都疼 然后下面都弄不住了 拿这个是真的有点快不行了 这太惨了 这辈儿传 这举着这个 知道吗 天天都快不行了 然后呢 我不是说那个上厕所 我说干脆买个架子吧 我就发现了 买的架子还真好 我看看啊 这个从这儿打开 从这儿 买的架子呢 还真还真不错 是吧 好 这是我那个啊 这是我那个啊 它里面呢 还给你的这个这个是那个地儿啊 这里面是那个是那个架子 我那个皮儿我已经扔掉了啊 然后呢 这我这个其实昨天就到了 到了之后呢 我老婆一看 他要买一个 结果也给他买了一个 我说那那录个视频得了 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这个还不错 很便宜 好像是多少钱呀 我这个好像是17块9毛9 我老婆这个好像是19块9毛9 然后它这个角度呢 可以调的 你看没有 它有一定的力度 割在这儿之后呢 它就能稳定得住 你知道吗 你看这样 一个瓶子吧 像我这个瓶 我这个iPad就可以搁在这儿 这样呢 你上厕所的时候呢 弄一个这个 弄一个凳子 搁在那儿把它搁在凳子上 就可以 正好呢 就可以把这个 哎 搁好了 然后它这下面有这种就是塑胶垫 正好也有 这也有 它里面还送了这个 就是这个 就这个垫 对 就可以更换的 假如你这个坏的问题呢 你把这接来给它贴在这儿就行了 这儿都有 它送了你好几个这种那个塑胶垫 挺挺不错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呢 搁在这儿之后呢 还特别牢 特别的稳 特别牢 还真还还真不错 因为它后面有那个塑胶嘛 就固定住了 也可以可以横着歌 也可以竖着歌 然后呢 它这个说是从这个多少啊 从这个小的iPad mini 一直到这个13侧的12.9的这个iPad Pro呢 全都能hold得住 我这个就是 你看我这是最新的 然后最新 最厚 最沉的 你看 非常的稳当 你看 看起来都挺好的 很不错啊 结果呢 我买了一个呢 我老婆呢 也得凑乱脑了 我又看 我也要 你要它干什么呢 我要 就得要 反正你要一个啊 我看见你现在买的好的 我都要 你买的不好的 我都不要 对 他先先看我买 看我买完之后呢 他也要 你看他这个呢 跟我那个不一样 他有四个颜色 有黑的 有灰的 有一个粉金的 然后呢 你看他也送了这个 还有呢 那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 银的 是吧 一个黑的 一个银的 我买的这个是灰的 我买的这个深灰色的 因为我觉得我这iPad是深灰色的嘛 所以这个买的也是这个深灰的 然后我老婆这个呢 是一个叫什么粉金色啊 粉的 然后呢 你看这个角度看已经不粉了 光金了 是不是啊 他要在那种白光下 看得还亮晶晶的 还挺亮的 是不是 挺漂亮的 然后呢 这是我老婆的iPad 我也不知道他买了他干什么 反正呢 他就是看着什么好 他都得凑这个热闹了 他也得搞一个 他不搞他 难受 我难受 很难受 难受 然后他录之前 你看他的iPad 特别脏 他说擦一擦 你看擦了半天 擦了跟狗啃的一样 也没擦干净 然后鼻他也偏要买 不知道这鼻 这是第二支了 是不是 这是第三支 这是第三支笔了 然后呢 买了笔就摧 摧完了就摔 摔坏了再买 然后这笔头都不知道摔坏了 那笔头是一买就可以买四个 是不是 就可以换 反正就是你知道吧 好吧 这是他这个 他这个是那个金的 粉金的 还挺好看的 这不错 这个比当时在照片上看好看 实物比照片好看 挺漂亮的 倍儿亮晶晶的 整个看着效果挺好 看着比我那个还好 还好看一点 但是男生用这个太扯了 男生还是用灰的好一点 好吧 东西很便宜 猫起来真的非常有质感 然后这个都还不错 我一会儿这样 我把这个链接 买的购买链接 我们买的购买链接 我昨天在我书桌上一笔 它特别像一个电脑 我书桌上像不像个电脑 对 像个电脑 然后我有一个多余的键盘 对 我以前那个iPad iMac的那个键盘是白色的 我现在这个iMac Pro它是黑色的键盘 当时那是个白色的键盘 对 摆上之后看着就像个电脑一样 单单一支笔 对 然后原来我主要是有认识的同学 认识我同学他们就是书桌上摆一堆电脑 我的屏幕 电脑屏 叫什么 显示器 然后我都觉得它是什么专业啊 它好帅啊 它为什么一个书桌上摆那么多显示器 然后我把这个一摆跟我的那个叫什么 笔记本 MacBook MacBook 放一块特别像第二个电脑 我就再来一个 觉得很好看 其实干什么用的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你同学为什么摆那么多 你摆那么多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现在人家有我也有 我也摆一个 先摆着 对 我老婆的特点就是喜欢搓这呢 反正他也没什么用摆一个 然后摆的耳机你用过吗 摆件 摆件 对 买那个无人机 大疆的无人机 对不对 我记得是花了1800美元买的 对不对 当时是看了就是美国一个网红叫什么 Casey Casey拿无人机拍了一个倍漂亮 我老婆说不行我也要 然后花了1800美元买了一个无人机 然后我跟我老婆说 我说我要钱也不高 你这个无人机买来了之后 我说你这样子 你一年只要能够拿它飞十次 我都不需要 不要你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是十二次对不对 我都不要 有两个月可以休息 一年你只要能飞十次 这1800美元没白花行不行 我老婆说没问题 一十次太小意思 我一个月就飞十次 老婆大人向您请教一下 这个无人机咱是18年还是19年买的 我想不起来了 反正不知道 差不多就18年19年买的 到现在了 买了两三年了 对不对 那个无人机1800美元买的 您用飞过几次 太多了 所以我不知道 我数不过 应该就只飞过一次 对 很容易数 对不对 买了就飞过一次吧 我没说错吧 然后就一直在桌上摆着 就当个摆件 没有啊 我每年给他交一次注册费 对 每年因为你要在美国你要飞 他那个时不时的还要提醒你要交注册费 每年都交注册费 就只飞过一次无人机 对不对 然后呢 那次呢 还是因为买了911那天出去给911拍点照片 而且我老婆终于拿出来了 拿着无人机去给911拍照片去啊 对 就是你看那个 就我这个频道里边 你们搜911那期 给我老买911那期 那期就是拿无人机拍的 就拍过那么一次 好不好 然后呢 这个呢 我也不知道我老婆能够 昨天我就特别纳闷 我就不明白我老婆买了这东西 我说你把它干什么 知道吗 我说叫无所谓 二十块钱也不贵 那么比那 那比那 比那一千八百美元的无人机的摆件 还是便宜多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说你那桌上摆了一堆乱一包的东西 你知道吗 他说anyway吧 anyway吧 反正叫什么happy wife happy life 好不好 反正呢 他就买了 你看我最起码我我我我我 我上上厕所的时候可以用啊 对不对 好不好 然后我我那天说完之后 我喜欢上厕所举着iPad进去 然后很多小伙伴都跟我说 死东哥同好 同好中人啊 那好吧 现在这个iPad现在真正做的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笨 越来越沉啊 跟你台笔记本电脑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呢 这么一个东西 对于我们这些呢 就是说上厕所啊 非常重要 我觉得呢就是最佳的 那叫什么咖啡伴侣 是不是 这就是iPad的厕所伴侣 好吧 不管怎么着吧 感兴趣的朋友啊 我也会把链接呢 搁在下边 你们自己呢可以去看一下 好吧 还是挺漂亮的很漂亮很实用 然后呢也很有这个质感 真的是猫要手里这个质感特别强 挺古典的 我没想到二十块钱能做成这样 这个我我我虽然我没看啊 但我跟你说二十块钱 二十美元做成这样子 这绝对是中国做的 美国不可能 美国要给你做成这样子 他要不像一两百美元就见了鬼了 知道吗 这如果是在美国制造的话 最起码要两百美元这东西 只有中国才能把成本下来这么低 这真的真的有的时候你也不得不惊叹 这也是中国人民的这个能力 是不是 这么有质感的东西 都需要你二十美元 我那天 你就觉得这成本 他能挣着钱吗 对不对 结果他还能挣着钱 而且挣的还不少 压榨工人 可可 可能可能是 反正中国在这方面真的是强 这个在降低成本这方面 真的 对的 以前不说那个就是那个就是 他们机场中那种电动车 知道吗 就是说是如果美国做的话 什么欧洲做要几万美元 最后中国最后压到了就几百美元 这真的是 这 中国老百姓真的太牛 我经常说 我说中国啊 只要换一个更好一点的上层建筑的话 中国随便就发展成日本和南韩那样 你要想南韩和日本弹丸之地 他们它多少人 它才多点人呢 对不对 对不对 日本就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南韩一个三星打遍天下无敌手 简直就碰上苹果 差点事 对不对 除了苹果之外都还OK 对不对 你想中国要是发展成日本和韩国之下 中国是韩国和日本多大的体量 对不对 那真的就是说不开玩笑 又成满清莫尼亚了 对不对 就是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 对不对 我觉得中国它是有这个潜力的 这个没有问题 只不过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呢 有点阻碍我们生产力的发展 应该换一个更好一点的生产建筑 好不好 但是呢 咱这个传品评测 咱要说评测不要讲政治 好不好 但是中性呢 这真的是不错 好吧 向大家推荐 那这些事情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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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